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 前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佛教的这个 围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这个无常 那么宏观的无常是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是特别特别官有的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修法 这个特别好 然后呢 围观的这个这个无常呢 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呢 就不是很用得上 因为我们人生活在宏观的世界里面 然后在这个宏观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在围观世界当中 这个发生的一些变化呢 基本上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所有的我们宏观世界里面的这些变化 如果没有发生在围观世界当中 就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变化 所有的变化都是来自于未观世界 但是未观世界它本身就是特别的这个稀微 所以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不见 只有这个它发生 最后就是影响到这个宏观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但是在理论上 理论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的这种是在那个中观 佛教的中观 龙鼠菩萨的中观里面呢 这个事情讲得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这个 淫民 淫民佛教的逻辑学 这里面讲得特别的多 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西方的那个哲学里面呢 也有一个叫做无穷晓 无穷晓 然后呢 我们的英明里面呢 也有这种无穷晓的概念 但是这个无穷晓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无穷晓 比如说我们把某一个 比如说一个物体把它分接 分接最后最后最后再小再小再小 或者是我们把一个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点 比如说一秒钟一秒钟的万分之 然后再再再分 这样子 那么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是错了 这个无穷晓的观点是错误的 书学上也就是犯了这个错了 然后哲学上呢也就犯这个错了 这个错在哪里呢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意识跟实际的这个食物 没有分开 没有分开我们的食物 它实际的这个东西呢 如果它一分这样子分下去的话呢 它不可能永远都可以分 它到一定的时候呢 它就分得不能再分了 那不能再分了 什么东西让它不能分了呢 分了以后它就不会不存在了 就是消失了 这个比如说我们 在量子物理里面呢 比如说一个很小很小的 这个颗粒的东西 最后的时候它会粉解 它会就溶解在这个能量当中 这能量当中完全就可以消失了 它就变成能量 变成能量 比如说在红管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一粒盐 食用盐 放在水里面 它就水里面溶解 溶解以后呢 那这个颗粒的东西就不存在 它变成水 然后在尾观里面呢 在量子物理 食节里面呢 那就是一个颗粒的东西 最最最小的基本的这个粒子 颗粒的 点桩的颗粒的东西 最后呢 它就会变成能量 那么能量呢 这东西是无处不载的 就像空气一样的 无处不载 它就变成能量 最后就是这固体的东西呢 就不存在 那么我们把某一个固体的东西 这样子分解 分解下去了以后呢 我们以为啊 它是永远都是可以分的 所以就是无穷 无穷小 还有无穷大 无穷小 我们认为它是永远都是可以分的 永远都可以分下去 没有一个时候 就到尽头的时候 所以就是叫无穷小 但是这个逻辑本来就是错的 为什么呢 这个实物跟这个人的意识的这个 观念是没有分开的 人的意识呢 它完全可以这样子分 你比如说 这种分法 你分到一千年 一百万年 它也没有什么尽头 只要你有这种能力 你就分分分分分 永远都不会 但是它也是 实际上它已经脱离了现实了 这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的 你自己想 这个又等于十 然后这一个又等于十 这个又分了又十 然后这样子分下去的话 永远都是没有什么 这个你的愚言和你的相像力 不会有尽头 但是实物它是有尽头的 它最后的时候就分完了 如果实物没有尽头的话 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比如说最后我们 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葡萄 跟一栋楼 最后它这个里面的分子的数量 最后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或者是整个地球的 地球的这个分子 和这个葡萄的分子是一样 因为两个都是没有编辑 你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它 一个是多一个是少呢 两个都不是没有 两个都不是无穷了吗 那无穷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来说这个它的大和小 多和少 只要你能够分出什么大和小 多和少 那这个不可能是无穷的 无穷是没有编辑的 所以如果时间上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一秒钟跟这个一万年 你最后也就是完全是一个长短 一万年为什么长 一秒钟为什么短 说不出来 两个都是无穷的 最后两个的 它的最后的组成的东西呢 你再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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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你最后就是说不出 这完全是一个混乱的逻辑 所以这是人的概念 跟这个食物没有分开 比如说我再分分分 又再分再分 我以为再分它 根本不是以为分它 它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而我分的是我自己的观念 是我自己的观念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实际上这个跟食物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数学上的和这个逻辑上的 这个哲学上的一个错误 是这样子 但是当然可能说 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观点 那么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佛教的中观的观点 也是这样子的 中观的观点也是这样子的 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书里面呢 又专门就是讲这个 然后其他的也有 我也有一个论文 以前还在学习的时候 有一个年底的考试的论文 专门是这个 这方面的论文 这里面都是这样 我们认为这个是 食物跟这个人的这个 意识的这个 意识的画面 混小的 混为一谈了 所以食物是有编辑 不可能是无穷小 然后我们的意识当中的画面 当然是无穷小 但是这两个没有关系了 已经不在一起了 所以就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可能 那么最后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我们时间可以分为 这个一秒钟的一万分之 一秒钟的一千万分之 一秒钟的一亿分之 这都可以分 但是呢 最后 这样分下去了以后呢 它有一个时候 就不能再分了 不能再分是什么意思呢 再分就没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但是我们的这个关联 我们的意识当中的这个画面 它是没有这样子的镜头 你只要有时间 你一万年 一百万年 你分都分不完的 但是这个分是没有一心点点的意思 所以这个无穷小 这个是不可能 不存在的 输血也是 因为输血是这个 它的输血的这个算法 也是人想出来的 它在建立在人的这个概念上 人先去想一个事情 然后呢 用一个符号来表达它的想法 这叫做输血 所以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那么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结束 它无题都是有编辑 它是有先知的 它有局限性 凡是有局限性 最后分完了以后 它就会消失 它就会不存在 这样子的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 我觉得你们学理工科的 还有就是比较喜欢 这个思考哲学的人来说 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本人呢 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也学了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呢 最后呢 也有一些结论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呢 如果其他人觉得呢 也不一定是正确 但是我们可以谈缩 交流 谈讨 这样子 这个特别有意义的 在这个当中呢 那这些东西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 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有意思 这个就是伟观世界 最后就变成宏观世界了 宏观世界的 我们的很多的人知 就建立在这个伟观世界上面 现在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识的话 那么这个是我们对自我的人识 对世界的人识 有这个三观当中的世界观 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深入地去思考 有可能人就从此以后呢 变得比较 就任何一个事情前面呢 就是变得比较淡定 然后呢 面对任何一个事情 就不那么冲动 那么这些方面都有帮助 我觉得 好 这个就是简单的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这个实际上这个无常是特别有意义的 但是这如果大家感兴趣啊 就单独地去学习 我们今天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这个 四生地的苦底当中的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就是无我 这叫做无我 然后 无我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啊 就更加的有挑战性 我们一直都是觉得 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自我的存在 然后呢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 这个自我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叫自我呢 所以呢我们 要就首先我们问个问题啊 我们的这个相像当中的自我 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给自我啊 下一个定义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 我是存在的啊 那么我是存在的话呢 那我的定义是什么 你认为存在的我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 这个 我们就就这个啊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先大家讨论一下啊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或者是大家怎么定义自己的我 在那个培训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 常用的一个图片啊 就是有一只猫 看一个镜子 它是一只猫 它看到那个镜子里头 是一个狮子 哦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啊 很好很好 特别好 实际上就是一只猫 看出来的就是一只老虎 狮子啊 好 还有呢 好 你说 就是我们常规会认为是 由 生理的我 加 心理的我 加社会的我 组成的 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态 是 生理的我 就是身体的 心理的 就是我们 在心理学上认为的 心理意识的 社会的我 就是 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角色 然后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个 这种不同年龄段 他生活的 或者是 求学 工作 成家 这样的状态的 综合的这样一个 我 称之为是 自我 嗯 但是有一个 终 终点还没有说 比如说 社会上的个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角色 或者是 你比如说 成家立爷当中的一个我 就 可以不说那么多的我 就说一个我 那么 这一个我 他应该有些 什么样的特征 他有什么样的特征 他跟其他的物体 不一样的 在哪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就是 世俗地上来讲 就是他每个人 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 那个身份证号 这个是 看貌似一生不变的那个我 那个就是我呀 那就是身份证丢了以后 这不就是自我丢了吗 哈哈 我来说一下吧 你说 我说一下我 你说 我觉得世界上 大多数人们认为的我 是这样的 我 一米八三 七十六公斤 男 六十一岁 齐到齐 大家都认为是我 就这个他 就是我 对 是这样吗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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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梳子啊 对 那如果啊 那六十 那六十岁的时候呢 那是 过去的我 对 今天我已经 六十一周岁了 对对对 而且呢 无论认识我的人 或者是不认识我的人 提到齐 这个他 就是我 就是这个我呢 我认为是 我的家里的亲人认为是 我的朋友和同志 也认为这个人存在 这个是现在目前 社会上普遍意义 认为的我 我也在大多数情况下 认为是 好 或者我们这样子问啊 我刚才这个问题的方法 比如说 六十一水 不是我 是我的年龄 对吧 然后呢 七十公斤 不是我 是我的体重 然后呢 还有个什么呢 身高 一米七多少多少 是我的身高 也不是我 这是我的身高 然后呢 还有个什么呢 名字 这个是我的名字 更不是我了 然后呢 还有呢 那是 你自己说出来啊 你自己还没有说 你说的都是 你的年龄啊 你的那个体重啊 你的身高啊 那你呢 实际上 这是上次需要 给大家的答案 实际上呢 上次您其实 对我说什么说 我们认为的我 是我吗 您上次会给我们答案 我答案之前呢 首先你们说一下 这个自我人 自己人为的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 刚才你说的特别好啊 我们的 这种我的概念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 比如说 我们会说 对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描述 比如说 我的脑脑 我的心脏 反正这个 全部都可以说 是我 后面就加一个的 这个字 然后呢 精神也就是全部 然后我的情绪 我的心情 我的意识 如果有点佛教的知识 我的而来也是 全部都是你的 那么你自己呢 自己也不会是你的吧 这个的 你看这个后面 就加了一个的 那就不一样了 改年就不一样了 那这些全部是你的 你是谁呢 这些都不是 这些都已经 你自己已经否定是你了 因为你说 这些都是你的 那反是你得的 这样子的东西 肯定不是你了 是吧 这是我们的常识 好 天天这么多 说到这么多 我得之后 我觉得这个 我其实就是一个 标签化的过程 就是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名相 好 就像这张桌子一样 我们把它定义为桌子而已 我也是一样 那个齐先生一样 我们定义他是齐先生 对 是是是 然后呢 你说 看布老师 我认为我是那个心理图像 心理图像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心映造出来的 所以我就是那个图像 这个 你是你的心 还是你是你的心 创造出来的世界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这个世界是心创造出来的 对 那么能把握的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 再往细地说 里边我就有一个 像电路图一样的东西 要这个电路图里边 有很多的业力 钱是带来的 也有我现在的一个初心 就这两样 所以 那那个不就是你的阿赖也是吗 是吧 这个 我还没有能对应起来 这个 这个是 就是我的理解 是 这个是你的阿赖也是 还不是你 这是你的阿赖 还是你的 我稍微讲两句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你手 你手 我不讲 就是我自己对自我认识 对 好 我讲一下 就是我介绍一下 就是据我了解 现在科学界对自我的研究 特别好 因为这个自我意识呢 是这几年心理学和这个生物学界 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科学家呢一直在定义 什么是自我意识 那心理学家呢 弄了一个实验 叫镜像实验 就是心理学家定义 就是说 你站在镜子面前 你能不能意识到 镜子里是你自己 你如果能意识 那你是有自我意识的 那做了很多动物实验 那动物里面呢 像这个红毛猩猩 跟矮黑猩猩 就这两种猩猩呢 跟人是最接近的 它是能认识到 镜子里是我自己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海豚 跟虎鲸 这个呢 也是哺乳动物 它大脑是高度发达 它能认识到这个镜子里是自己 那还有两种呢 是非常奇特的 鸟类 就鸽子 喜鹊和鹦鹉 它能认识到这个镜子里是自己 其他几乎所有的其他动物 都没有办法认出来 镜子里是自己 它认识镜子里是另外一个 这个呢 是心理学家对自我意识的一个定义 那么通过这个解剖学家 生物学家的进一步的研究 就发现这个自我意识呢 跟人的大脑的一个区域 非常相关 就前额叶区 就这个前额叶区 有一部分细胞呢 叫镜像细胞 它跟这个镜像细胞 神经元的活动是迷相关的 你把这个镜像细胞的 这个神经元拿掉了 那可能动物就没有自我意识了 就原来有自我意识的动物 就没有自我意识了 所以呢 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所谓的自我意识呢 它是前额叶细胞里面 镜像神经元的活动 电活动 生物电活动 这个我就介绍一个这个词 是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 没有说清楚最后的问题 为什么啊 这个动物它是有两种 比如说 它看到镜子里面的 这个 它自己的时候呢 比如说有些动物呢 你说的 它不知道是自己 有些动物呢 它知道 然后呢 在动物的脸上啊 就涂一个红的 这个时候呢 有些动物呢 它就抓那个镜子 那个它是不知道是自己 有些动物不会去抓镜子 一些直接就抓它的脸 这个人 这个动物呢 它知道这个是自己了 就我脸上 因为这个有什么东西 它就不会到那个镜子上去摸 它就摸自己的脸 那它是真的是知道 但是呢 比如说啊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知道的这个动物呢 它就觉得 这个是我的 影子 所以它也就在 还是讲一个得 我的影子 而不知道的这个动物呢 它根本就 这个跟我有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毛 有些毛就是跟 那个镜子里面的毛 抖得很凶啊 那那个呢 它去抓这个镜子里面的 那个那个毛 那它呢 就觉得镜子里面的毛 就根本不是 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是一只毛 就是一个陌生的毛 所以它去抓 所以跟它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呢 还是没有 说明 我是 我是 是什么东西 您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问题 我就想描述一下 我刚才的一个反应 就是您刚才让描述 我是谁的时候 我其实就在想 我这个表 就是好像 说来说去 我是由一堆 什么什么什么的 定义而成的 那好像也就没有我 我就在想说 我这个表 其实是有 好像有一个表 但是仔细想的话 可能这个东西就不存在 因为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部件 构成它的 其实还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颠覆的 我就想做一下反馈 谢谢 但是我想说两句 就是 我在想 就是如果说 我周围的人都不存在 然后就我在这 那我 我还有意义吗 就是这个我的 划分 它的意义又在哪 如果身边没有其他的任何人 那 我又是什么 或者我是什么 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 那就是说这个 我 我理解 那它就是一个概念 而这个概念呢 它是 区别于 我之外的 事物而存在的时候 它才存在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因为我也想到就是 关于助人这个事 就是说 我们 有过助人体验的人 都会知道 帮助别人 其实最终 是在帮自己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 角度上来说 我和 就在 被帮助这个角度来说 我和别人 事实上是 一体的 是一体的 所以呢 那最终 如果我现在理解 您提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 概念 是因为 要区别于 其他事物而存在的 一个概念 就是 这个 比如说 这个世界上啊 只有我一个人 存在 其他的都是 不存在 其他的都是 我心的 我心里的一种 现象 那么 这个叫做 维吾伦 这个是 西方哲学的 那个 维心伦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牌 他们 就是觉得 这个 他们觉得 这个只有我存在 其他都不存在 那么这个 他们 维吾伦和 维心伦的 一个 激烈的 这个 争论的一个 焦点 然后呢 佛教的 引明里面呢 专门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 全部都是 讲这个的 佛教呢 就是觉得 也不是我 只有我一个人 这些终生 还是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存在的 心事呢 那么就是要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 我先不说这个事情 我们 如果在的话 大家都在 不在的话 我们大家都不在 所以他就 那个佛教就 没有 不说我 只有我一个人在 其他都不在 其他都是我 幻觉出来的 那佛教基本上 就不会这样子说 其实有人这么说 这个叫做 唯我论 唯我论 还有有没有 我 我 我是 我是因为我不是 齐先生 我不是高先生 所以我是我 是我 因为不是高先生 对 所以就是我 好 对 好 好 但是你同时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把全身 上上下下 哩哩哩哗哗的 全部都加 我得 得这个字 这个加完了以后呢 你又不知道 我是什么了 是吧 比如说 高先生 是你的同学 齐先生 是我的同学 然后我自己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的皮肤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 里里外外 全部加一个 加完了以后呢 回头再看 我 然后也就不知道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 也没有发生 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反正这些呢 都是我的 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呢 反是我的东西 后面可以加一个 得 的这样子的东西 绝对不是我 这是我们的常识 在生活当中 至少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呢 我自己的里里外 包括精神 包括阿赖耶斯 全部加完了 得 都可以加 感觉特别的好 特别的合理 就没有一点点 别扭的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这些 全部加完了以后呢 我又不知道 我是什么 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还是一样的 面临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好的好的 那 看不您好 我分享一点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啊 我就在学校的操场上 思考一个问题 我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 我就在想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为什么我父母生的是 我不是别人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那个我是我父母生的 不是别的父母生的 然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想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学习太忙了 我也就不想了 如果那个时候继续想的话 今天你就肯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太可惜 后来就没有继续 看不您好 您好 我就分享一下 我想到的吧 就是我想到了一个那个 婴儿的成长过程 就是在婴儿它有 就是虽然你讲了那个十二元起 但是其实我们在 抚育婴儿的过程中 发现它是在这个 三个月之前嘛 或者说它对自己的这个分化 不明显 它分不清你我的 它是没有这个我的概念的 对对对 它就认为 妈妈也是它 爸爸也是它 周围的人也是它 衣服也是它 玩具也是它 那后来怎么是有我的这个概念呢 是因为我们大人不断地给它灌输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就是妈妈是妈妈 爸爸是爸爸 然后你是你 然后告诉它 代表你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鼻子是你的鼻子 然后你的眼睛是你的眼睛 然后我的眼睛是我的眼睛 所以它逐渐地有了这个我的概念 然后它就会 就有变化了 就和这个分化之前 和分化之后的 它就有变化了 我就会想到这么多 但是我还理解不了你说的这个 这个德 德是什么时候加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的这个过程是 是有无我 有那种状态的 无我 是分化不清的那个我 到了后来我们成人吧 给他灌输了这样各种各样的标签之后 他认识到了 那个是有分别的那个我 我只补充一句就是那个抄题里面 斯嘉丽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最后一句话叫 我无处不在 哦 是是是 我无处不在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 另外一个我们自己也就是不确定的一个 特别混乱的这个观点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刚才就这样了 我们把所有里里外外全部就加一个 我的这样子 然后呢 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 我们 我头疼的时候啊 我们会说 哎 我生病了 那那个时候呢 他头就是我了 我 我疼 那个时候呢 会说 我疼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反是我可以加一个的的这个东西啊 他永远都不能说是我 但是呢 我们换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可以了 这个就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比如说 我 这个头呢 我也可以说是我的头 有些时候呢 我也说是我 比如说 我偷疼的时候啊 就我会说 我今天很疼啊 很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偷不舒服 这个时候呢 偷游是我 另外一个时候呢 偷游是我的了 那到底是你还是你的 这个也分不清楚 对吧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我们 就是 我们这个 去了解这些高可击的东西啊 这些这些我们特别的擅长啊 然后一挥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呢 让我们这么去定义 这个自我的东西 特别的麻烦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到底在不在 我们也不清楚 是个这样子 在常规的情况下呢 凡是说 能说我得的东西就不能生我 但是呢 我们呢 明显我们现实当中 就是有些时候是我 我们比如说 心脏疼 那我们会说 我疼 那 疼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说的就是心脏 那心脏呢 有时又可以说是我的心脏 那有些时候呢 心脏是我 有些时候呢 心脏是我的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 是吧 好 我们的问题呢 基本上 问完了 那么最后呢 我给大家 就是 就有一个 参考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佛教的观念 那佛教的观念呢 是什么样子呢 佛教就认为 我 这个 我们的这个 相像当中的我 我 那他的这个 定义是什么呢 三个特征 三个特征 第一个 我是永恒的 不扁的 永恒的 这个终结怎么 怎么得 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呢 我们会说 我小的时候 我婴儿的时候 我是胎儿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少年的时候 青年的时候 我老的时候 这样子 那一直都是 我们认为 就是这么 七八十年当中 都是我们认为 就是我 以前这个也是我 现在这个也是我 未来那个也是我 反正我的年龄在变 但是我不变 我始终就是一个我 所以呢 有一个 永恒的 这个 定义 特征 这是一个 这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是 独立存在的 独立存在 很多时候 我们会说 我们就一直都认为 我只有一个我 不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我 所以就是比如说 弗洛伊德 他们讲的 比如说 各种各样的我 佛教就认为 这些不是我 这些就是一个 就一个 那个时候的人的 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佛教将心和心所 心所的反应 还不是一个我 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我 所以佛教就是认为 我就只有一个我 比如说 我们平时的概念 这个也不是佛教的 什么观点 佛教是 把我们普通人的 这个观念当中 终结出来的 终结出来了以后呢 我就只有一个我 我们认为 比如说 我拥有的东西 可以有很多很多东西 比如说 偷啊 手啊 腿啊 等等等等 眼睛啊 但是我 就是一个 只有一个我 那这个 这一个我在哪里呢 这个显不说 谁说 这个 改念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 相想当中 是这样子 就一个我 然后 这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呢 我是 同质者 或者是 住在者 住在 住在什么呢 我就住在 我自己的 这个 身体 住人 就是 比如说 我的头 我的脚 这些都是我的 那么这些就是 我是 这些都是我所拥有的 我是拥有着 或者是 我是 同质着 或者是 我是这个 住在着 一个这样子的观念 这个 我的脑 我的心脏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 就是这样子 那么 在这个当中呢 就建立起了一个 这样子 最终 它的 性质是什么 我的 自我的 性质 是什么呢 性质 就是一个 仇相的概念 我的 本质是一个 仇相 仇相的概念 这个是 佛教 的 这个 对 自我的 定义 这个大家也可以 参考 这个我们不需要 那一本书来看 这个就是 我们要 问自己 我是不是 这么认为 自我 我 我一直认为 就有一个 我的存在 我 你 他 这个我是不是 我 想象当中的 我是不是一个 永恒的我 先问自己 然后呢 我想象当中的 我是不是只有一个我 独立的存 就是独立存在的 然后呢 我想象当中的 我是不是一个 住宅者 我去控制我的 手啊 脚啊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的无云 或者我的身体 是我所拥有的 我是 他们的 这个 这个 主宅者 就这三个 三个特征 一个形质 一个形质 它的形质 它的本型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 说白了 就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所以这个抽象的概念 就变来变去啊 它任何时候都可以变 有些时候 这个头是我的 有些时候 这个头是我 有些时候 眼睛是我的 有些时候 眼睛也是我 比如说我们 眼睛疼的时候 我很疼啊 我很不舒服啊 实际上呢 疼的是什么 疼的就是眼睛 不是别的地方 不是全身疼啊 只有眼睛不舒服 所以就是说啊 我很不舒服 所以这是因为 它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呢 随时都变来变去啊 所以这个 一个形质 不是 三个特征 一个形质 这个就是佛教 对自我的 这个定义 那么这个大家 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首先我们看到了 这样子的我 以后呢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我 存不存在 首先我们不知道 我就是没有定义 的时候呢 那谈这个 我在和不在 存在不存在 是没有办法谈的 首先我们要确定 我是什么 然后呢 再去谈 这样子的我是 存不存在的 好 首先我们 看这个 我 那么这个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 颗粒 这无数的颗粒 就构成了 一个人体 那么这个 无数的颗粒呢 我们把它理解为 一个细胞 一个细胞 那么一个人的身上 有多少个细胞呢 一个人的身上 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的肌肉 就有639块 不同的肌肉 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这些肌肉呢 都是脊鲜味 鲜味构成的 那鲜味 把它分解为 鲜味的时候呢 有61个鲜味 61个鲜味 然后这些鲜味 鲜味是用什么东西构成 就是细胞构成的 那么细胞有多少呢 一个人的身上 有40万鲜到60万鲜的 这个细胞 那么一个人的身上 就这样这么多的细胞 那么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有这样的细胞构成的 我们现在 这个一个颗粒 把它就是 就理解为一个细胞 那么这么多的颗粒 人体就构成了 这些颗粒分解了以后呢 就是这样子 那么细胞呢 大家知道 细胞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动物细胞 动物细胞 那么我们的身体是有 40万亿 到60万亿 这样子的东西 构成的 这叫做我 刚才我们的这个 筹像的概念呢 就在这个上面 监理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 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意识 在这个上面 贴个标签 我 这个就是我 贴了一个标签 实际上他自己 也就不知道 这个标签 实际上贴到什么上面 有些时候贴到眼睛上 有些上面呢 就不能贴到眼睛上 实际上他也找不到 因为它是丑相概念 所以都是变来变去 如果它是一个 具体的东西的话 不能这样子变 但是丑相的概念呢 那就是不一定 它变来变去 所以有一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是小乘佛教里面呢 也有讲 大乘佛教也是这样子 现在他们这个西方呢 也在用 但是他们西方有人用的时候呢 还没有用到这个无我上面 它只是用这个禅丁上面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去大佐的时候 无我的大佐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整个的人体 人体的结构 好好的了解一下 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呢 有两百零两个骨头 两百零两百零两个骨头 然后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细胞 那么我们接下来 这个时候呢 去思考 思考把每一个 先我们看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有细胞 脂细胞和细胞往细 这个等等特别特别地多 那细胞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工厂一样 它内在的这些东西的功能 都是不一样的 它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 不同的功能 每天都在工作 然后我们把人体的 这个经脉 动脉等等等等 全部 这个 就看这个人体的这个图 然后全部了解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 去思考 比如说我的细胞 我身上 现在有 四十万一个 这个细胞 那么细胞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看这个 然后呢 到时候呢 也可以闭着眼睛 也可以不闭眼睛 细胞就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呢 人体的其他的血管 比如说冒细血管 一个人身上的冒细血管 可以拉到十万公里 绕地球可以绕两圈 那么我们从来都不会相信 我身体里面有一个 这么十万个公里 这么长的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医学 就是这么 医学界就是这么 这个西方西医啊 不是中医 跟其他医学 就认为是这样子 大概也是这样 不一定这个很准确 但是大概也是这样子 毛细血管 我们的头发的十分之一 这么洗 毛细血管 实际上人的 从毛细血管的角度来讲的话 比如说你 无数的人的头发 就是把对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人的这个形象 再看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概念 实际上我们的肉体 从毛细血管角度 就是这种概念 整个身体都是 毛细血管构成的 那这些东西知道了以后呢 我们就静下心来看 我现在细胞是这样子的 毛细血管是这样子 两百零两个这个骨头 是这样子的 大脑是这样子 左脑 右脑等等 然后呢 其他的这些内脏 都是这样 一个一个地去思考 一个一个心理相处来 它是这样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全身历历歪歪 全部翻了一遍 然后呢 自我呢 还没有看到在哪里 这个自我就 没有看到在哪里 在最后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会发现 原来这种自我 是一个铁的标签 是谁铁的呢 是我们的意识铁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比如说 未来和现在不存在 的这种概念 跟无我是特别有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不是认为 自我是一个永恒的吗 那么 过去不存在 未来不存在 现在只有这个 一秒钟的万分之一 这永恒建立在什么上面呢 这不是是 意识把过去的 未来的全部传起来 然后这个上面 贴一个综合的 这个标签 说这个是我 但现在没有啊 这个东西是 你可以这样子贴标签 你这个意识呢 抽象的概念 你什么都可以说 但是你锁的这些 你贴的标签 符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实际情况在哪里 我们先不考虑 佛教说 怎么说 我们就是 就是 就是 以实际情况 去思考 先不说 佛教有我 为没我 这个先不说 这些都可以 放在一边 然后呢 用我们自己的 现实的 推理的方法 通过哲学 通过科学 通过什么学都可以的 通过各自及的 这个 经验 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 然后呢 就 就没有发现 那 最后的时候呢 就非常清楚地 就感觉到 原来这个自我的概念 真的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原来它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原来是一个 我们的衣食 给它贴的标签 没有实际的东西 自我这个东西 没有实际的东西 然后呢 到了衣食 那柔梯 我们可以这么讲 比较好理解 那精神 阿赖耶识 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也是一样 阿赖耶识也是 它现在呢 只有一秒钟的 万分之一 其他的过去 未来 它也是一样的 不存在 然后尤其是 我们的意识层面的 这些情绪呢 更加地容易理解 我们不是 所谓的意识呢 意识流 不就是无数的情绪 连在一起以后呢 这个不是叫意识流吗 那无数的情绪 这个当中 哪一个到底 哪个是自我呢 无数的情绪当中 我们又贴一个标签 全部连接起来 然后贴个标签 这个就是我的意识流 这就是自我 但实际上 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 不存在的东西 在现实当中 这个东西呢 不说生意地和空性呢 在现实当中 都是找不到的 现实当中 都是找不到 现实当中 我们细胞能找得到 骨头能找得到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情绪能找得到 情绪的变化能找得到 阿赖耶士能找得到 都能找得到 但是这个 这个上面贴的标签 我们找不到 所以 这个叫做无我 特别地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在这个问题上 佛教 它一点都不用 它的什么观念来 就关注 这个上面呢 完全是一个 我们开放的态度 这样子的态度 去自己去观察 你自己找到就可以了 自己去找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这东西呢 难怪它就是一个 这样的混乱的东西 有些时候说是 我的眼睛也叫做我 有些时候呢 眼睛不是我是我的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这个是一时它自己贴的 所以它随时都可以贴在 哪个上面都可以 有些时候它贴在眼睛上 这个就是我 有些时候呢 它贴在这个整体上面 这个就是我 所以它也就是没有一个 固定的 这样子的这个 确定的自我和这个观点 那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佛教的无我 这就是这个 四生敌的 苦敌的一个观点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佛教就是说 这是佛教的这个世界观 佛教认为万事万物 都是这样子 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在下面 我觉得重新这个 也就给大家 简单说一下 也是特别有意思 好 那个四生敌有十个特点 一个是同库 这讲完了 第二是无昌 第三是无我 好 最后一个是空心 那空心跟无我 是什么不一样呢 实际上无我 就是空心的一部分 空心是它整体上 整个世界 针对整个世界 和所有的事物 然后呢 无我呢 就是针对我 针对自我 范围很小 是一个特定的范围 其他没有什么 太大产品 那下面我们看看 佛教这样的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里 有一句这个 佛经的这个内容 这叫做 制度轮流当中 这样 如炫火轮 但火人母 就是说 有一个炫火轮 这样子的东西 但这个地方是理解 是直 它直是 就是直是让人的眼睛 产生错觉 直是在人的眼 人的失觉当中 产生的错觉 实际上呢 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炫火轮 这是一个佛经里面 经常用的一个比喻 叫炫火轮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是佛经的一句 然后再看看 那什么是炫火轮 这个就是炫火轮 这叫做炫火轮 我们 比如说像这个激光B 这个特别好的一个离子 比如说这个激光B 现在它就是一个电 然后它旋转的时候 高速旋转的时候 在我们的眼里 它就是编成了一个 欢心的东西 这叫做炫火轮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炫火轮的图片 然后炫火轮 在下面我们看 这个是我们自己 做的一个炫火轮 这个我们派的一个炫火轮 我们把这个激光B 搭在这个墙上 然后这样子转动 转动这个我们 这个相机的 这个快门的速度 就是挑到这个 一秒钟的四百分之一的时候 速度特别特别快 这个是高速的 比如说像云东 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来拍 那它拍下来的 这个旋轰轮 它本身是一个 这样子的旋轰 它是旋转的 但是相机 因为它的速度特别快 它拍不出来 这样子的东西 它只能拍里面的一个点 某一个点 然后我们下面呢 就是相机的 这个快门的速度 挑到一秒钟的 百分之一的时候呢 然后刚才这个点 就变成了一点点长的线 然后再下面呢 它就我们把它挑到 这个一秒钟的 六分之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快门 就很满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它就变成了 一个环心的 然后再下面啊 四秒钟 这个相机的快门 就是四秒钟 在排的时候呢 然后就拍出来 这么多的这个图 这样子 那这个每一个这个图 就叫做什么 叫这个旋轰轮 火叫旋轰轰轮 是这样子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实际真正的这个 一个旋轰轮的 真实存在的东西 就这个 这个点 一个旋转有360度 360度 大家知道 360度里面的 只有一个度 上面的这个点 这是真实的 在我们世俗里面呢 说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存在的 就这么一个光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真实的 这是在世俗里面呢 应该叫这是真实的 这个相机就拍下来了 只有这一点是真实的 然后下面的 它现在变成了一条线 那么这个线 是不是真实的 这个线不是真实的 这个线是一个错觉 然后呢 再下面 这个环心的 是不是真实的 这更不是真实的 这完全是一个错觉 那么 这个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 环心的弦 环心的这个 线当中呢 红线当中呢 唯一一个真实存在的 就这么一个点 其他的 它的360度 里面的 359度 全部是错觉 全部是错觉 这个好不好理解 这个我觉得 你们学历功课的 一下子就知道 这什么意思了 完全是错觉 然后呢 下面的这个呢 就是 就是 更多的错觉 这更多的错觉 这些 环心的东西 根本不存在的 它都是错觉 正是存在的 就只有这一点点 这个才是 才是真正的 但是因为它的 高速运动 然后在我们的 视觉里面 呈生了这么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 这个眼睛 我们人类的眼睛 它如果能够看得到 它看得到 更 更多的东西的话 我们的这个 眼睛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 一秒钟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电影的 那个脚片上的 这个 这个照片 有24张照片 一秒钟进去了以后呢 然后 我们的这个眼睛 它就看不出来 分辨不出来 就变成一个 就连接起来 就变成一条线 比如说 我们的一个人的 首先放在这儿 第一站图片里面 在这儿 第二站在这儿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一秒钟 这个24张照片 通过这个镜头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手 就会这样子动 这个就是电影 这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这个这样子 东来东去的这个图片呢 实际上就是 完全相互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不同的图片 不同的24张图片 就是因为快速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的人的眼睛 产生了这个错觉 我们这个时候看不到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速度降低的话 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人的这个 如果它的速度就将成 比如说一秒钟只能 比如说只能走这个 十个图片这样子的话 那人的这个活动 就不是这样子了 人的活动就是这样子了 人的手的活动就这样子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眼睛梗 外面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对应的东西 所以呢 学物理学的这个科学家们 最后呢就像杨真林说的一样 他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们认为真的是应该是有一个造物质 要不然的话 这两个为什么这样子的对应 这为什么这么天衣无缝的对应 无缝对接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不是巧合 这个总不能说巧合吧 那么这个应该是有一个造物质 他们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的这个佛经里面呢 它也就是讲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业力 就这样导致的 那么正好我们的眼睛的速度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这个动作呢 看起来是特别的正常 如果我们的眼睛再快一点 它能够看到的 它的灵敏度再高一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环心 玄火轮 我们的视觉里面不会产生的 不会有这个环境 都是刚才这个颠 如果我们的眼睛 再翻阴再吃顿一点点 翻阴再吃顿一点点的话 那么我们人的这个 收这样子的速度 这种速度是不会成立的 它看起来呢 也是这样子一跳一跳的 正就是因为我们 眼睛跟外面的这个云动 是一个它能够看到的速度 它正好看到一个 它能够辨别出来的速度 是一个这样子的速度 所以正好我们人的 这个所有的云动 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 它是成立的 它是合理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对的 然后 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一个源泉 一个源泉里面呢 真正有真实的东西 就这么一个点 上一次我数了一下 这个里面好像有14个 还是15个光圈 那么14个光圈的话 那就是14个点 这种点是真实的 其他的全部都是错觉 全部是错觉 那么这个是说明什么 首先我们要 大家要知道这个 然后这个我们 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 因为我们的视觉 它看不到这个 它 它 它没有办法 抓住这么快的东西 所以这么快的东西 经过我们的视觉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条线 一条线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速度 因为它快速过去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速度 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 看 那现在它慢慢这样子过去 它不是一条线 它就是一个电在移动 如果这个速度快了 那就不是一个电在移动 那就是一个欢心的东西 产生了 产生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它已经超过了 我们的视觉 能够辨别出来的 这个速度的范围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条线 前两年有一个 很火的电影 叫做Lucy 这个大家应该记得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句话 是很有意思的 后面 比如说 比如说一辆咔扯 以整场的速度 从我们的眼前过去 那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这个速度 再快再快再快的话 快到一定的时候呢 这个咔扯经过 我们的这个实现当中 确实是从这里经过了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咔扯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条线 看到的一条线 这完全是跟这个原理 是一个原理 如果这个速度再快的话呢 这个咔扯确实是我们之前 我们的眼前 这么大一个咔扯过去了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看不到的 先是一辆咔扯 然后就是一条线 然后再快 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是我们的眼睛 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看不到 所以在它这个眼睛当中 产生很多的错觉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东西 这是真实的世界了 这个都是炫火轮 全部都是炫火轮 里面的这个红的 这是原子荷 然后呢 外面的这些颠 都是颠子 这个我不需要讲 你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是一个原子的结构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原子的 99%点 后面再加7个9 99%点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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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错觉 都是错觉 然后呢 这个一个原子里面呢 只有 百分之零点击 才是真实的 百分之零点击 零点击真实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存在的 然后其他的 都是在 这个原子周围 这些垫子 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呢 然后 实际上我们的眼睛 是看不到这个 这个原子 但是无数的原子 在一起的时候呢 然后就变成了分子 分子最后变成了物体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到了 那么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 都是这些错觉 是我们自己眼睛当中 产生的这个错觉 现在就是有无数个 这样子的错觉 凑在一起 无数个这个错觉 无数个玄霍轮的形状 就构成一个人梯 构成一个这个 一栋楼这样子的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真实的这个一栋楼 但是实际上它得 百分之九十九 垫 后面的七个九 都是空的 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问一句话 比如说我们假设 万一有一天 这个原子核周边的 所有的这些垫子 如果不运动的话 不转动的话 会发生什么 什么情况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讨论一下 假如说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不动了 那整个就是一个空 因为如果假设 粒子是实体的话 那么粒子在空间里面 占的比例是相当相当微小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本身这个粒子呢 从根本上来讲 它又不是一个实体 粒子 基本粒子的这个本质 它就是能量的聚合 就是能量的聚合 那能量到底是实体 还不是实体呢 对吧 所以如果停了 它肯定就是空了 好 还有什么观点 没有大家再说说 我们现在认为 玻璃二相性看到 这个到围观的时候 它是粒子还是波 再看下去 它是确实是无法测量的 那么如果是不动的话 我就把它想到 是到零K 绝对零度 绝对零度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运动的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就跟刚才 康姆林提到的 所有的现象都不见 这种世界是没有发生过的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只能 无限趋近 绝对零度 现在能做到的应该是 零点一五K 还有呢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同学们 分享一下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的话 就这个垫子 可能是在外面转的话 它会创造一个空间 如果这个东西不产生 如果这个垫子不动的话 这个空间就不存在了 这样的话 剩下的可能都是 中心的那个垫子核 中心的垫子以外的 就应该是原子核 它会聚集在 有可能聚集在一起 那这样的空间消失掉的话 可能这个东西就在眼前 就消失没了 这是我的感觉 对 好 那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 假设有一天 这个电 院子和周边的这些垫子 不转动的话 有可能地球就有这么大 或者再大一点点 就有这么 皮球这么大 这样子 那么 那现在我们说地球 就是有这么 就是有这么大一个地球 那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呢 那它的其他的部分是什么 如果假设有一天 不转动了 它就 它有可能就是像皮球这么大 那么现在它这么大 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我们的错觉 就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无数的电子 转动的时候呢 就参生了错觉 所以科学家 就是说 它一个原子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 后面加九 七个九 都是空的 空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我们错觉 因为它速度快了以后呢 我们的视觉跟不上 就参生了一个错觉 所以 现在 就是我们 佛经里面呢 经常讲这个 旋火轮 实际上 这个 每一个 电子的这种 高速运动 就让我们的 眼睛里面呢 视觉里面 就产生了 无数的 无数的 这个旋火轮 最后就形成了 一个这样子的 世界 那么 这个 错觉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 也可以这样子讲 地球上 没有任何一个 生物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 没有任何一条生命 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的话 生命就是说 我们眼睛可以看 耳朵可以听的 这种有情感的生命啊 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话 那地球会 会显得什么样子 这个大家说说 周边 没有人啊 天人啊 任何 任何一条生命 都不存在 任何人没有去看它 那它会是什么样子 它还有这么大吗 还是这么大 现在不是人类登上月球吗 对 月球上 现在有没有具体的生物存在 生命存在 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但月球还是这样的 其他的星球还是这样的 如果地球 我的理解是 假设没有人类 没有所有的生物存在 我想它还会是这样的 嗯 好好 还有吗 好 没有的话 我觉得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就是说一下这个概念啊 如果我们的地球的周围 没有任何一个人 或者其他的生物 去看这个地球的话 也许地球也有这么 皮球这么大 这个能不能理解啊 不能理解 特别好 这个不能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这些 这个 我这样子讲 这个如果 如果我们的这个 一个店 在这个地方转 然后呢 这个房间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这个的时候呢 它会是什么样子 它依然是一个 这样子的欢心的吗 它就是个店 对 就是因为有人看 它就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 没有人看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店 是吧 好 非常好 就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 这个 对 所以如果我们 有人看的时候呢 这些店子 就是无数个店子 凑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视觉里面 产生错觉 然后看到一个 这样子的地球 但没有人看的时候呢 没有这些错觉啊 没有人看的时候 没有这些错觉 那没有错觉的话 它的 百分之九 九十九点 九十九不是错觉吗 那这些错觉都不存在了 这些错觉都不存在了 没人看 没人看 它不会有这些错觉 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点蜘心的 问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对 相关的 就是如果说没有观测 那就是是不是说我们看到的那个线 就是我们观测者的震动的频率 对 我们就是要参与这个里面 我们的视觉要参与 它才能够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每一个生命体 或者每一个观测者 他所看到的这个运动的轨迹 应该都是不同的 是 但是我们其实以人口呢 他们的眼睛基本上长得一样 所以看到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震动频率大致差不多 大致差不多 所以看到的是相似的 也是差不多的 对 那结合您昨天讲的 那个水 您说就是有一个图 就是当它的这个 经过蝉修 它震动的频率慢慢地 趋于稳定 那是不是就是当我们 比如说当 假如说当我是一个修行者 那当我内在震动的频率 逐渐地 就它慢慢不震动了 就去进入一个深度 禅定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空性 就是它就能够洞察到这个世界 它这个时候 如果是用这个肉眼来看的话 原来的已然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肉眼 它用其他的某一种眼睛看 那就那就不一定 好 这一个 还有一个呢 这是各位同学回答一下 比如说 对象我们所有人走出去了 这个房间里面呢 没有任何人 连一个藏鹰都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一条生命 那个时候 这个投影一掉下来 撒在这个地板上 然后它有没有声音 没有 没有声音 没有 对 那这个没有声音的原力是什么呢 原力是什么 对 特别好 特别好 好 就是因为有人的时候呢 就是反正声音是耳朵创造出来 不是从它那来的 所以你有人听的时候才有声音 如果大家不在了 根本就没有声音 好 这个原力啊 有没有想过 我们眼睛也是这样子 如果没人看的时候 地球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这些旋转的东西啊 旋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一个这个痕迹 就是一个源泉的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源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地球就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人看的话 这些圆圈啊 这些痕迹 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存在的就是唯一的 它的一个点 这点也还要 还要继续往下分的话 就最后都 它也不存在 但是先不说这些了 先 说这个点啊 这个点这个时候 只有这个啊 那其他的都不存在 所以这个好理解吧 对啊 这是一个原理了 一个原理 这就是一个原理 声音就是我们的耳朵 创造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 没有耳朵 那当然没有声音啊 你说 时间和痕迹 其实都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的 如果没有意识存在的话 其实时间和痕迹也 先不是这么神 先一步一步一步的 方教我的理解啊 如果我们要意识参与的话 这个地球到底是很大 还是很小 这都是意识的产物 是是是 如果没有意识 我咋知道它是大还是小 大还是小 都是我们意识 给它定义的 我是这样一个感觉 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有一个 特别奇怪的 奇怪的这个现象啊 还有一个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现在大家看清楚 这栋花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然后我们等一下 我们所有人出去了 这个里面没有人 没有其他的生物 连一个藏蝇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这花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啊 是吗 是吗 是不是啊 是啊 不是啊 不是 你说不是 你说不是啊 其他多数人说是 我现在接受的是 就是什么橫色紫色 这是我们眼睛定义的 但是 这首 这首花它那些原子和分子 可能还有 只是没有人的参与了 反正名字这么去都没关系 反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这样子吧 我们认为是的 举个手 有多少人 是 是这样子的 举个手有多少人 那我们认为不是的 有多少人 举个手 不是的人就比较多 对对对 好 对对对 好 好 那我们说最后的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说最后的结论啊 等一想我们所有人 出去了以后 这个花是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并不是说 它的名字 我们更不说了 它这些烟尺 都一下子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啊 那么 这个不存在 但是这个新装在吧 不在 新装也不在 对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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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啊 所以这个最后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万法未信奏 结论就是这个 相有心胜 就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空心啊 很多人说 空心不好理解 空心特别好理解 凡是学理工课的人啊 更加的容易理解 一下子就明白 什么叫空心了 你看 现在啊 现在啊 这个话这么的漂亮啊 红色这个叫做啊 但是 刚才说了 没有红色呀 啊 那么 这个 那没有红色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面是红色呢 因为它的广的这个 脖啊 脖长 啊 我们的眼睛当中啊 就变成红色 这叫做缘起 缘起 然后呢 当我们看到它是红色的时候 它根本就不是红色 所以 舍即是空 空即是舍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特别简单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 还有这个图片 也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我经常给大家看的一个图片 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老科学家 提供给我的 这个不知道 汪上有没有这个图片 他是专门研究广的 那么 刚才这个呢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来进一步 加强一下 刚才我们的说的这个 那么 他是用三个不同的光 拍出来的 不同的照片 那第一个光是客间光 这个是光谱上的客间光 是我们的眼睛 平时就是用这个光 来看这个世界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 通过这个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看这个 它的牛仔骨 它的头发 背后的这个书也 都是很正常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静红外线 静红外线的这个光 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然后 完全就不一样 最后一个呢 那这是 这个叫做 这个 断博长 断博长红外线 断博长红外线 用这个线 这个红外线 这个光 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呢 那 完全就不一样 这个科学家 他跟我说 他们的 他们的阿姨是一个黑人 然后呢 他说 他们两个拍照的时候呢 用这个金 这个断博长红外线 拍的时候 他们两个 长得一模一样 他自己是个白人 然后呢 他的这个黑人阿姨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图边上 就是 为什么这个世界 是这样子 花花绿绿呢 就是因为 我们的眼睛 是用客间光 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他是绿色的 书也 本身 他不是绿色 就是因为 我们用的光 是这个 所以是绿色 假设我们这个人类 有一天 我们的基因 突变 我们的眼睛 再也不用 这个科间光 我们的眼睛 用这个 这个断博长的红外线 来看这个世界 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还 基因还没有突变的 这些人呢 看的是第一个人 基因突变的人 看的是 就是第三个 这样子的照片 那他们两个 就开始争论起来 一个人就是说 后面的书也是绿色 一个人就说 书也不是绿色 那这里面 到底哪个是对呢 谁对谁错 这个里面 没有对和错 就看你的眼睛 是哪一种眼睛 你用的光 是什么样的光 来决定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世界它本身是 没有什么 那么眼睛是什么 眼睛看到的这个 就叫做实觉 觉 在汉字里面 带觉这个字的是什么呢 它的书心 都是精神 不是五值 它是一种精神的干涉 叫做觉 这个物质摩擦 有没有觉 它没有觉 但是因为人有精神 所以我们的收取 碰某一个东西 产生觉 除觉 那么 实觉 来决定这个世界 并不是世界本身 是什么样子 世界本身 现在很难说 世界的本身是什么了 所以呢 这个也叫做 万法未心造 空心 在佛教里面 这样的 这些所有东西里面 空心是最容易理解的 最最最容易理解的 最有点复性的 但是最容易理解的 最容易证明的 尤其是现在有这个高科技的 很多技术以后呢 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 这个条件 虽然它的这个方法呢 还搭不到佛教讲的 真正最高的这个空心 但是呢 在我们现实当中呢 它确实是颠覆了很多很多 原来我们觉得 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事情 它就告诉我们可能 它就告诉我们是这样子 那么佛教讲的这个空心和元气 就是这个 如果你接受了这个 如果你听懂了这个 那你就知道空心是什么了 元气是什么了 那接下来 那我没有发现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那这有什么意思呢 是啊 比如说科学讲 他们也知道这个颜色 是不在这个外面 但就在自己的大脑的 里面的一个画面 但是他们也会化妆 他们也喜欢这个 各种各样不一样颜色的衣服 他们也很将就 他们家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装饰 装修 那为什么呢 他不是说这个颜色不存的 他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地 挑剔这些颜色呢 颜色不就是 自己大脑里面的画面呢 那自己大脑里面的画面 为什么还要这么地挑剔呢 这个就需要修心 没有修心的话 理论上知道这一点 不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子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 这个 关于这个 世圣地的苦地的 这个 介绍分享 就是到此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